大家午餐 五七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大家好 我是廖慶雪 大家好 我是廖慶 慶雪哥 我要問一個問 妳要問我什麼 妳每次問的問題都很恐怖 我有聽過一句話叫 起死人不凶 妳...妳說的是 台語 我聽起來是要法文嗎 氣死 癢不胸 沒有 我聽過氣死 但是什麼癢不胸是什麼 就是說你氣死 癌不到傷 氣死 癌不到傷 怎麼有可能 有 因為高血壓 高血壓 對 因為燙不出來 然後氣死癢不胸 就自己氣死活開 可是我通常都聽到的就是 氣到白腦筋 對不對 氣到 腦筋爆血管之類的 應該是這個意思 對 沒有錯 沒關係 我們今天可以來問醫生 到底氣死 癌不癌得到傷呢 首先我們來歡迎 佳醫科醫師陳生 品辰醫師 大家好 再來是醫藥記者梁慧文 混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最後一位是營養師陳怡淳 哈囉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帶所有觀眾朋友們 來看一個數字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麗婷特別講到 氣死 癌不胸 對 為什麼會氣死以後 癌不到傷 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高血壓疾病 而導致2020年國人死亡的名次 裡面居然排名第七名 第七名 總共有6706人 大家如果看這個數字的話 會覺得好像還好排到第七名 十大十英裡面的第七名 但是告訴各位 在這前十名裡面 跟高血壓有關的 不是只有高血壓的疾病 還包含了 剛才你說的 氣到病腦筋 對 腦血管的疾病 是嗎 對 疑似還有哪一個 心臟疾病 心臟疾病 第二名的也是 另外還有一個腎對不對 腎臟 腎臟 這個也是第九名 而且2019年它第八 等於說它往上爬了 所以高血壓的疾病的話 有逐年递生的一個跡象 那麼如果大家把這個第二名 第四名以及第九名 還有第七名全部加起來的話 這一邊的死亡率的人口數的話 會高過癌症 已經跟癌症差不多囉 所以陳醫師 氣死驗得到傷嗎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高血壓 它就是一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是沒有症狀的 你不良 通常你完全沒有辦法 緊急到這個問題 少部分的人會以頭痛 脖子痠 然後就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網路很發達 他們會去查 他們會去量一下血壓 才會發覺這個問題 正因為它沒有症狀 我們常常 我們到了五年十年 沒有去處理這個問題 通常它會跟著其他的 心血管因子一起來 包括體重 不良的生活型態等等 這樣子延展到最後 這些疾病都會呼應著一起而來 所以在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告訴一下 高血壓如何防治是非常重要 所以有可能都沒有發現 一發現就急診了 對 其實在門診看的高血壓 絕大部分的來 都是健檢的時候發現 或者是說它現在有不舒服 頭暈 頭痛 今天來是它一個健檢血壓高 結果進門診 因為我們都會量血壓 血壓一百六 一百七 很多人都不知道 舉個實例 一個七十歲的老先生 他到健檢來 血壓量一百九 他還滿臉浮疑說 我怎麼可能一百九 他完全沒有症狀 真的 我們做什麼事呢 我說沒關係 因為你做了五分鐘 我們再請另外一個 年輕的醫師再給他量一次 一量一百九十二 他也沒下來 沒下來 我說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請護理長 幫你再量一次 再量還是一百九 他才慢慢相信這件事 這個病人後來在門診裡面 很簡單的一顆藥 生活型態 半年以後血壓就掉到一百五 很多人沒有症狀是來 第二個例子就是社區 我們去打疫苗 我量過最高的血壓是兩百四十六 他看起來沒事嗎 完全沒事 後來 兩百多還沒事 完全沒事 他是組個拐杖慢慢來 還跟你笑著 他是來打疫苗 當然我們也不敢讓他打 因為這麼高的血壓 他其實來三年了 每年的流感疫苗 那個時候他都來打 其實他每年的血壓都是高的 我第二個血壓不敢講 重氣量一次是兩百五十二 所以民眾有時候 他決定要不要求醫 是他主觀覺得 我沒有不舒服 他就沒有那個動機 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也就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講 血壓真的是滿重要的 實力就是 那他有可能就是說 從年輕的時候 他量就是兩百多 一直維持到現在七八十歲 他還是兩百多這樣嗎 對 因為好 這個問題非常好 就像有些人說 我抽菸抽到 大陸有人抽菸 一百二十歲 他說要叫我接驗的醫生 都已經死光了 所以我們公共衛生裡面 我們很多的通訊息 就是途徑是 針對絕大部分的人 九十九十五%的人 會怎麼樣變成這樣狀況 我們都一定會做這個建議 少部分的基因 醫學只有兩百年 還有些東西我們沒有發現 所以像這樣少數的人 糾鏡在門診是非常少的 就是說你血壓這麼高 他一直都沒事 這種人非常少 而且他的風險還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並不建議 以這個例子說 我可以不治療他 這個觀念就不對 他可能真的是沒有症狀 但絕大部分的人 如果我們好好的治療 相對應這些嚴重的疾病 在急診室就會少見 你到了急診室 很多人來血壓高 但第一時間不是治療血壓 是因為他已經有 中末端的器官疾病 我要去處理他 把它處理完了 血壓就會下來 所以那程醫師像我母親本身有高血壓 我是一定會有嗎 如果說我有 可是其實我沒有發現 會有什麼徵兆 讓我有這個警訓 其實高血壓 原發性的高血壓 90%都是沒有原因的 到了35到40歲左右 就要開始注意自己的血壓 如果父母親有的話 但是一般在看了二三十年的門診 並不是父母親有糖大病有高血壓 你就一定有 你的生活型態 還是會改變一些事實 所以現在健保都了40歲以後 就是每三年會有一次健康檢查 是不用費用的 你可以提早發現這些事情 有這種事 健保有 健保卡的人都可以做 那我今年就可以了耶 我下個月就滿40 好悲傷的故事 你好年輕喔 真的 不過那個醫師剛剛有特別講到 就是你的血壓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慧文我知道說 有一些高血壓的患者 通常一旦被檢查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治療他 要控制他其實很容易 但是你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你要去治療他 其實通常都已經到晚期了 對 就是因為他就是 慢慢的無形中的 在你的身體裡面 那我們想像一下 所謂的高血壓 血壓就是我們血管的壓力 也就是說他分分秒秒都在 我們的血流都在身體裡面跑 假設你是一個高血壓的人 你的血管長時間被這個血流 一直衝擊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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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們的器官 不會受到損傷嗎 那就像我們家裡的那個水管一樣 水管裡面長什麼樣子 老實講你沒有拆開來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也許有一些斑駁 或者有一些破損 那長時間下來 當然我們會呼籲說 大家 剛剛醫生也提到說 也許你在中年之後 你就可能要特別注意說 你自己平常日常的血壓的數值 是怎麼樣 每天固定時間去量測它 當它有變化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不然我們根本日常這樣 就是剛剛醫生講 兩百多都還在路上走 都好像很健康一樣 其實在無形當中 它可能已經對你的身體 造成傷害了 那個小羅師傅 他其實之前就是這樣 對 我們來講一下 我記得他很早期的時候 好像也就是這樣 這一張圖片大家應該沒有看過 可能也是在那個 歷史課本裡面有看過 就是當時在開羅會議 跟我們的蔣總統 然後邱吉爾首相 三個一起合照 那那個時候 其實小羅斯福總統 他在美國來講 他是算是連任四屆總統 算是最受歡迎的總統 可是他當時其實 他已經有一些高血壓的問題 可是當年 以那個年代來講 他們都普遍不認為這個是需要處理的病 包括他身邊的人 有一些醫師 告訴他說 你這個可能要吃藥 可能要去控制 可是連他的浴衣 就是長期在幫他看 身體狀況的浴衣 都否認這件事 就是說他只是感冒而已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小羅斯福總統 他的血壓 其實真的是 隨著他的年齡節節上升 他第一次 我們歷史上有記錄是 他那時候第二屆參選 第二次參選的時候54歲 那時候他的收縮壓跟梳張壓 是162跟98 就是已經比標準值都要高一些了 到了他第三任任期是188 105 再到最後甚至衝破200 然後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是還滿 還滿有印象的 就是有寫到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他在出狀況的 倒下的那一天 其實他正在請一個畫家 來幫他做畫 畫他的像 結果還沒畫完 他就說我頭真的好痛喔 倒下去就沒回來了 所以那一幅畫也很有名 就是說是一個未完成的總統 像這樣子 對 他那一天倒下去之後 就被發現是大量的腦溢血 然後昏迷了兩個小時 後來就是63歲的時候辭世 那其實呢 像我們最近 大家可能比較知道 如果是國內來講 小胖老師大家可能知道吧 有印象 他幾年前不是在上海的時候 突然就倒下來嗎 他也是就是 後來有醫生在第一時間 就是分析說他的狀況 可能比較是高血壓 長期沒有被控制的狀況 所引起的這樣子 那是好在就是說 他現在經過多次的手術 然後復健 目前有一些比較穩定了 我應該怎麼樣測量 一般標準的測量方法 722 就是一個禮拜七天 我都會跟病人講 第一次時間 尤其是那種150 160 年輕又四五十歲 以前都沒有什麼慢性病 回去做個日誌 我會給他一本 血壓紀錄本 每天早晚量 七是一個禮拜七天 二是早晚各計一次 但我有跟他講 最好不要是趕著要出門的 那個時候去量 所以早上一起來 時間還充裕的時候去量 回到家也是睡前都OK 然後第三個比較難計 我常講 第三個是間隔5到10分鐘的平均值 所以你第一次如果160 100 第二次如果140 80 你要寫的是140 90 那這樣子我們看一個禮拜平均值 如果只有一到三次 收縮要超過140 其實我不見得會用藥物做第一線 是運動 體重控制 低延飲食 三個月半年我們再追蹤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介入 很多人其實到了六七十歲 才高血壓的機率比較低 因為原發行大概四十歲五歲 應該都有了 很多人那個年齡會高的 都在150 60 很多都是家裡面空巢期 有事件 經濟 最近的政治 疫苗 等等一堆事 這就會緊張 所以白袍高血壓 是看到醫生就容易緊張 因為醫院規定 要不然我真的想把白袍脫掉 這沒有辦法 因為穿白袍 它叫白袍的效應 在醫院裡面 確實那個血壓低低低 好像第二次很難會比較高 但是它血壓拿來第一個 我七八成的 尤其是女性五六十歲 來家裡都是120 30 到醫院都是160 70 真的是這個樣子 冬天更糟糕 她只要出了醫院 血壓就自然降下來 她說她在家裡面 在藥局 在衛生所都是好 真的喔 那怎麼辦呢 還是醫生太帥 太緊張 有啦 有時候開玩笑這樣子在說 有時候醫病關係好 但是一旦認識久了以後 她血壓其實會有刻意觀察 她就會比較穩 她不會有那種 不會緊張的 對 還是很重要 那還有一些迷思 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是 第一個就是年紀大矮 血壓本來就是高 沒什麼 就是剛剛醫生講的說 200 我本來就年紀比較高 我現在六七十很正常 自己當醫生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血壓有點高 但並沒有不舒服 等受不了我再去看醫生好了 再來就是每天吃高血壓藥 會不會腎衰竭呢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很多人的疑問 對 醫生 這個會不會 但不敢去吃高血壓藥 因為他可能知道自己有高血壓 那可是沒有到那種 讓自己很難受的情況之下 他也不會想要去吃藥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說 吃了高血壓以後 高血壓的藥以後 要不要終身吃 對 然後吃多的話 接下來就會有可能 但剛剛陳醫師笑囉 謝謝 那不要 非常多人問這個問題 對 很多人覺得吃藥 對肝腎會擔心 是 第一點 我剛剛說那個成人健檢裡面 它不是只有血壓 肝腎功能都有出來 我們在用藥的時候 一定會先看肝腎功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用藥的都是經過人體試驗 其實老實說 我們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吃了這個藥 讓你覺得我年輕二十歲 但是我吃這個藥 就是預防前面第一章 十大死亡原因 二十年之內 二十年之內 我會很有效的減低你心臟疾病 中風的機率 達到三成到五成 我們的目的在這裡 所以做的預防醫學 可能跟你的感覺不是太有關係 但是你如果不吃這個藥 你十年二十年之內 你比別人多一半以上的機會 得到心臟病 高血壓 你的腎臟功能 肝臟功能 我常會開一個小玩笑 因為他還是會講 你吃藥還是會有問題 有問題跟年紀大 對藥的代謝也是有狀況 會一起的 所以這個藥大概吃六十年 可能真的肝腎會不好 我要調藥 那病人都已經五六十歲了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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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 這樣我不在了 這樣我沒在了 他就比較會乖乖的去用藥 我說吃這個藥 你五六十年 可能我要考慮你肝神有問題 但是老實說 大概沒有人能活到那個時候 我重點是這二十年 重大的心血管疾病 我要避免 所以我要做這樣的治療 這個就是我母親本人想問的 就是說我吃高血壓藥 素質變得很好 也維持了一陣子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再吃了 醫生 通常血壓要穩定 通常要兩到四個禮拜的血清穩定期 不是今天吃明天後天就下來 為什麼 因為血壓適應了一段時間 剛剛有說 它的血管這樣子一直頂 有一段時間你才發現 一下子把你血壓降得太標準的時候 尤其年紀大 起立變換姿勢會容易支持你低血壓 所以我們血清藥濃度 是指兩到四中慢慢的穩定 去慢慢的穩定它 所以絕對不會有突然間有 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用藥這件事情 等到你血壓治療好了 是因為有藥物 你一旦把藥拿掉 它可能會反彈 所以並不是他講說 我現在吃到血壓藥 這不是感冒 或者是致咳嗽的症狀緩解劑 慢性病藥長期控制 那他有說我吃藥了多久以後 我維持一個正常值 多久以後我就可以停藥 那重點就是能不能停藥 高血壓慢性病 目前的證據沒有人說可以停藥 因為停藥它我們的身體機制 血管的彈性濃度跟其他的三高 因為有高血壓的人 常常年紀大了 高血脂也來了 對 糖尿病也不好了 對 一定要盡量控制這些血脂的 心血管的腐蝕因子 所以這個是要做的 疑存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的話 可以在飲食上面可以稍微 幫忙一下 有 其實在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 他們曾經有做過一個 很有名的臨床研究 那這個研究 他們後來就把這樣的飲食概念 把它叫做DASH DASH 那我們台灣翻譯叫德舒飲食 那他們的臨床研究就是 高血壓的病人 當然這個是屬於像剛剛醫師講的 可能是初期的這樣子的病人 他們吃了德舒飲食兩週之後 就可以降低8%到10%的血壓數值 等同於一顆降血壓藥的這個效果 所以其實就像剛剛陳醫師講的 假設是對於稍微比較年輕的族群 他可能不是那麼想要吃藥的 那其實以營養師的觀點來說 我們就會建議 那你可以採取 除了減中之外 就是來做這個德舒飲食 那德舒飲食它裡面有五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我們挑的這個澱粉的食物 盡量就是選擇優質的澱粉 像是顴骨類或是根莖類 就是沒有加工精緻的這樣子的澱粉 那它裡面有比較豐富的膳食纖維跟一些礦物質 好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天天五份加五 蔬菜加五份的水果 所以我們叫天天五加五蔬果 那這個量其實滿大的 五份的蔬菜如果大家煮熟 裝在一般的瓷碗來說的話 大概一天的蔬菜量是兩碗半 一天要吃到兩碗半的蔬菜 這樣子是有助於降血壓的 因為蔬菜裡面有很豐富的一些 甲離子 還有一些植化素可以保護我們的血管 那另外一個五呢 這個是五份的水果 那一份水果大家就可以用一個 女生的這個拳頭大小來看 所以其實德素飲食它裡面需要吃的水果量 是很多的 很多耶 這樣子你如果是蘋果的話 就是要五顆蘋果 小顆的蘋果的話是 就要五顆蘋果 可是我要提醒 德素飲食不是說大家都可以做 如果本身你有血糖比較高的問題 或是腎臟病的話 其實水果或是蔬菜 我們就不建議吃到這麼多 就尤其是水果啦 糖分高的人的話水果是要限量的 所以有特殊其他的慢性病的話 還是要諮詢一下營養師 好 那在德素飲食會建議 吃到這麼多蔬菜水果 也是因為裡面的甲離子 還有美離子 是可以幫助我們降血壓的 好 那再來第三個原則 就是要多喝低脂奶類 那它強調的就是低脂 因為低脂裡面的飽和脂肪含量 是比較少的 比較不會造成心血管的負擔 那奶類呢 主要就是很豐富的鈣質來源 鈣也可以幫助我們降血壓 好 那第四個原則 就是你的肉類 盡量紅肉要換白肉 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 因為紅肉就是飽和脂肪會比較多 對 那尤其會比較推薦魚肉 魚肉有些 像是貝色藍色的這種魚 青魚 秋刀魚 它的歐美加3的好油含量比較多 那這個歐美加3的好油 它其實有很好的抗發炎 然後可以讓血管擴張 所以是有助於降血壓的好油 對 所以其實油不是說都不能吃 在得素飲飲食裡面 它有第五個重點 其實是鼓勵大家要用好油的 就是你只要用好的植物油 然後我剛剛講的 你多吃這種有歐美加3的魚類的話 其實這樣的好油 是可以幫助降血壓的 對 所以維持這樣的飲食型態來說的話 其實有機會是讓你血壓 是可以回到比較穩定的速度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陳醫師 高血壓已經不再是 老年人的專利了 我也 這十年來我也是同意 目前最年輕的讓你真的很驚訝 是幾歲 有18歲的人來到門診 是媽媽陪著來 血壓就已經到140 150了 這種18歲其實應該都不是很合理 當然先決條件他近來是身高可能150 體重已經接近100了 就是肥胖的一種 其實他有第二個目的 是想來做減重 通常我到時候會請營養師來幫忙 因為這 這個年輕人有時候在那個 那個時候又叛逆期 你教他早點睡健康飲食 母親 現在又生得少 他可能就這麼一個小孩 有時候照顧起來 對 是有一些困難 那這種血壓其實在年輕型的血壓 其實教科書上面寫得很清楚 就是這種年輕血壓本來就不應該有 其實只要在30歲以下 你血壓是異常高 通常這種高都在178以上的 那我們就會去找一些特定少見的原因 舉例像腎動脈狹窄 或者是腎臟長的一個失落性細胞瘤 或者是一些負甲狀線的問題 它會有這個狀況 這個我們就會積極去找原因 但是如果一個30到40歲左右的 沒有其他特殊危險因子來 量了血壓140 150 大概找不到原因 那個是原發性的高血壓的族群 所以年輕的人就要積極一點去找 血壓去排除它 因為要找到那個原因 這個血壓是可以下得來的 不用用藥可以下得來 那像你剛剛講的那個100多公斤那個 它減肥下來的話 血壓是不是就可以降下來 最近這三五年有沒有新的 我之前記得為了這個議題 我們去找了一些文獻 有研究說你如果可以掉 5%的體重可以掉10%的血壓 就是它有一個一定的比率 所以減重跟血壓 在越年輕的族群其實越有效 越有效 年紀因為慢慢大 血管的彈性各方面 我剛剛說為什麼會造成心肌梗塞跟中風 因為剛剛已經說了 我們血管一直這樣頂它 其實對血管的內皮就是一個損傷 在血理上它就會引起小的發炎反應 我們這種沒有感覺的 當你這種發炎反應持續 你這個人又有高血脂 膽固醇高 它就會吸附在這上面 血糖也是對內皮會產生這些發炎反應 三高就這三高 其實現在都是新陳代謝生活 所以營養師應該很清楚 通常它寬了以後生活型態不好 這三個慢慢都一起來 一起來血管慢慢的吸附 原來只有百分之百的管腔只剩下50% 這個現象發生在心臟 發生在腦部發生在腎臟 就代表了剛剛的事件 中風 心臟病 慢性腎衰竭 其實血管是全身一致的 所以血壓要控制 我們剛開始第一次第二次就診 都會講我們的原因目的是為了什麼 就是要它的動機好 第一個 它願意改變生活型態 第二個 萬一要用藥 它的順從性是好的 這個很重要 好 剛剛有特別講到 這個年輕化的一個問題 來這邊看一個數據 2016年到2019年 我們國人的一個健康的狀況 18歲到39歲的年輕主席 血壓盛行率是5.69% 那麼根據國健署的一個統計 有66% 40歲以下的人 他罹患了高血壓症 連自己都不知道 那麼台灣有多少人 有高血壓的問題 大概有500萬人 508 然後30歲以下的 好像應該也有40萬人吧 有 絕對有 有 40萬人 所以這一批人的話 其實是滿多 而且他們不會像說高齡者 高齡者他可能自己有 自己的風險意識 他可能會去做檢查 可是年齡層低的人 他高血壓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第一個他年輕 在我們這些政策裡面 除了入學體檢以外 其實他沒有不舒服 是比較少去找醫生 就算找醫生到了診所 他感冒 我們也很少去量血壓 但在我們醫院裡面 因為逛我們家一科 是一定要量血壓的 我才會發現 最近這五年時間 確實是年輕型的血壓 但是他找原因我也找不到 問題在這裡 就是說可能他還是歸咎於 他生活型態的體重 讓他血壓會偏比較高 那種高就不會太高 大概很年輕 大概150 60這樣子 所以也有可能我有高血壓 只是不自知 可是妳不自知 對 因為妳也沒有常在驗 對 因為這樣 我們這樣病逝感 就會比較低一點 就會認為自己沒事 但是我覺得比較驚悚的是 霍仁姐 會得失智症啊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它可能傷我們的心臟 傷我們的腎臟 可是大家不要忽略 腦部也是有很多的血管 是 所以其實我們的醫界 一直都有在關注 這方面的議題 所以像之前 這個美國的心臟協會 有一個期刊裡面 他就發表了一個研究 就是說他們其實從30到 35到44歲這個年齡層的 高血壓患者 本身就是已經知道 確診的這一群人 去看他的腦部 發現他的腦體積 居然比正常血壓的人 都還要小 這代表什麼呢 你的腦的體積小 就是表示你的一些認知功能 什麼都沒有那麼好 那甚至在更早之前 英國也有類似的研究 但是他們做的是 去看一群人追蹤 長期追蹤了40年 就是他從他30幾歲 40幾歲開始追蹤到他老 這一群人 如果你有高血壓的人 你有高血壓的人 到後來真的他 因為他去看他的血壓 還有包括他的腦部的檢測 就發現他的這個罹患失智的 這個比例真的也是比較高 所以表示說 其實這彼此之間 是有一個正相關的關係在 像醫師 你經常你是在那個急診室 急診室裡面的話 碰到這樣子所謂的 一個高血壓 送到急診的情況多不多見 其實來這裡 我們減傷分類現在五六 我現在沒有在急診 我在急診大概過四年 我有急診專科醫師 就是說他們進來的時候 會是用減傷分類 像你這血壓高的 有胸痛的 他自己就分到前面去 就一類二類的病人來 如果意識又不清楚 就直接到一類了 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進來的時候 這些都是基本的條件 可是血壓高這件事情 除非他人是可以表達 說我現在血壓兩百 一百八 我頭痛 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頭痛 我們才會把它列在 所謂原發性 因為高血壓的腦病變這種 其實我個人的經驗 那四年這種很少 一進來血壓高都是刺發瘀 就是後面這一些了 都已經變成了 怎麼腦中風 心臟衰竭 最常見的應該是中風 尤其是梗塞型的中風 病人來已經就是沒有意識 完全沒有意識 這麼嚴重 血壓大概都一百八一百九 但是它的問題 不是根源於血壓造成的 是因為它長期沒有控制血壓 是其中一個因素 再加上它的遺傳 膽固醇 血糖等等的因子 造成了這個疾病 所以那個時間 我們一旦確診診斷 我們當然會用藥 把它控制在一定的階段 但是梗塞型的不能降得太低 它的腦灌注量已經很低了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有 不同的治療方式 醫師我問一下那個第三項 就是主動脈玻璃 那因為先前看到很多人洗澡洗到一半 然後突然就倒掉 對 然後後來檢查以後 有可能是出現什麼主動脈玻璃 那它的前因會不會是因為 高血壓的關係 然後沒有去注意 高血壓是其中一個因子 是一個因子 是其中一個 前一陣子因為打疫苗 有些人就是突然間暴斃 後來解剖的原因是 有一兩位是這種 對 它常常的高血壓 因為主動脈玻璃 就是我們心臟出了一個主動脈弓 一直往下的這一大段 心臟把血打出來的血壓 一定是最高的 它才有多的壓力 把它送到全身去 這麼高的壓力下 在這個主動脈弓 如果你血壓長期不控制 它硬化 動脈硬化 然後它彈性又不好 血壓是這麼高長期衝下 再加上你可能當天是壓力 或者是外面一些情緒的作用 慢性它就會在裡面 造成一個假的槍势 這槍势一旦破掉 這是突然間就會走的 而且死亡率到90%以上 誰都很難救回來對不對 確實 目前這個疾病 可是當下就沒有辦法救了 救回來的機率非常的低 因為它是急性的出血 這個出血通常要開進去再補 絕對不是三五分鐘能夠處理完 你心肌梗塞 我還有機率用電擊器救 但是這種通常救回來機率很低 除非它是慢性沒有真正破 它只是一個槍势在裡面 造成它頭暈 人不舒服早期還有辦法就手術 很多人會迷思說 我如果血壓高 我就盡量不要運動 因為我越動血壓越高 有可能 我不能跑步 有些跑到後來心跳加速 可是剛剛陳醫師有說要規律的運動 而且其實霍雯姐身懶腰它確實是可以幫助高血壓 我們給大家帶來一點好消息 是 就是呢 其實就像您講的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怕我的抱血管 所以我就都不要動 其實反而更糟 我們的身體就是還是需要有適度的運動 那什麼運動會對於我們這個高血壓部分 有一些幫助呢 最近就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期刊研究裡面 它就是把一群人分兩組 然後一組人讓它去做像健走 現在也很流行健走 然後另外一組只是單純做像生懶腰這種伸展 當然不是生懶腰這麼簡單的一些伸展運動 結果發現伸展運動會比的效果 會比這個健走好 對於血壓的控制 那他們去分析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在伸展 肢體伸展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去伸展到你的血管 幫助它就是不要那麼硬化 讓它有一些柔軟度這樣子 那當然它也強調說 不是告訴大家說都不要健走 健走也有其他的好處 那但是呢 如果你做這個伸展的部分的話 對於血壓的部分是有一些些幫助 甚至他們說 那個打太極拳也很好 就是類似這種比較緩和的 你每天做固定做一段時間 其實對自己的血壓控制是好處的 現在因為冬天的關係 那很多人也會去那個冬令進補 那冬令進補的話 吃什麼羊肉爐 麻油雞 麻油雞 真的要很小 那個高血壓吃這個有沒有問題 我先分享一個案例 之前有一個大概46歲的女性 她其實有高血壓病史 然後她那時候 她平常的血壓就大概在180左右 可是她就想說天氣冷 然後要想要去吃鍋這樣子 就跟朋友有一天她就約了 就吃完鍋之後身體熱熱的 然後她走出店門口外 又沒有加衣服 因為她就是身體已經暖和了 結果沒想到才走一小段回到她家 人就馬上倒下去了 然後就是後來送醫急救的時候 醫生有發現她是腦幹中風 就是腦幹裡面有那個血塊了 那另外再分享一個 當然就是一個比較激進的案例 她是一個年輕女性 27歲而已 然後她也是在冬天吃了這個鍋 跟她男朋友 吃完之後呢 甜甜蜜蜜兩個手牽手回到家 又做了那檔子試 結果呢 沒想到就倒下去了 就昏迷了 然後後來去醫院的時候呢 醫生也是說 就是她的男朋友就先跟醫生說 她懷疑她前兩天可能就不舒服 因為前兩天她有聽她女朋友講說 她就是頭有點痛 可是她就沒有注意 那事實上呢 我們會提醒大家就是說 冬令禁補當然就是暖身嘛 但是有時候 它裡面可能有一些藥材 比方說活血的 或者是說 它常常都會加酒 那這個 這是一個危險因素之外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我們剛剛講 內外溫差的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去禁補之前 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下 自己身體的狀況 再加上你最好一出門的時候 不要想說我熱熱的 我就走出去 一定要再多加一件外套 那個到底是中藥材裡面太薄了 還是說那些補的東西裡面 有加了酒精類的東西 醫生是不是高血壓就是不能喝酒 其實如果因為高血壓 不能吃這個不能吃那個 其實人生這麼多人都活著 也沒什麼意義了 真的 大部分把它控制好 其實這些東西適量 並不是絕對禁忌 反而是我們的困難是 我們診斷完以後 病人的順從性 他用藥順從性 跟自己生活型態的改變 還有順從性就包括飲食 對 所以我們常不能改的 也是他飲食也是 他說我是外食 或是說剛剛我跟營養師請教 他就說他豬油好吃 他就換別的油他就不習慣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要怎麼 有時候我們就請營養師來幫忙 看怎麼樣能夠改變病人 從他的生活型態去改 我們可以預防很多後面的疾病 這個很重要 有些人耳朵就是很硬 你叫他吃什麼 他不可能就是跟著這樣子吃 你說像我們現在這樣 有益血壓的 這一看都覺得很難吃 全部都是綠色的 也許這實樣他就是很討厭 但營養師這真的可以幫助 高血壓是不是 其實像在這些食物裡面 第一個南瓜籽 然後還有鮭魚 其實它的概念就有點像 我們剛剛講的德書飲食 你要吃好油 南瓜籽堅果 它就是很好的植物油的 一個來源 然後鮭魚的話 它的歐美加3也是好油 幫助我們血管擴張可以降血壓 另外的話其實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很多綠色 對不對 綠色的蔬菜 綠色的蔬菜 它裡面有很豐富的甲離子之外 其實也有鎂離子 像堅果也有鎂離子 所以其實是綠色的蔬菜跟堅果 這個鎂離子也是有助於降血壓的 另外像水果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有幾種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那個莓果類 莓果類的話 其實它的花青素含量很豐富 然後抗氧化的植化素也很豐富 那這個尤其是莓果類 藍紫色或是紅色 黑色這種水果裡面 這種黑色的成分花青素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 維持血管的彈性 血管彈性好的話 當然就可以預防高血壓 引起的那個中風的這個問題 然後像柑橘類的水果的話 它本身的類黃銅 也是很好的抗氧化跟抗發炎的食材 所以其實概念很簡單 就是彩虹顏色 各種顏色你都吃的話 不是說只有吃深綠色蔬菜就好 各種顏色都吃 其實你就可以攝取到 很多不同的這些抗氧化的成分 對於我們的血管 都是有很好的保護效果 那那個遺寵我問一下 那個剛剛惠文講 那個三重去吃了那個薑母鴨 然後回去以後 劇烈運動以後就走了 那到底是飲食出問題 還是劇烈運動出問題 其實像剛剛那個惠文有講到 妳好像對這個關鍵 要需要釐清是不是 就是都有可能 會不會也是太開心還是 情緒的變化 然後溫度的變化 還有包括飲食 當然因為我是營養士 所以我會比較在意看的 就是營養士 所以他先聊食物的部分 對…食物聊運動 比較了解這樣子 那其實大家在看這些鍋類 通常鍋類是不是都是用比較多的 高脂肪的肉類去烹調 比如說排骨或是羊肉爐 可能它會曬皮油 對 才會好吃 但是因為都是動物油 都是飽和脂肪 那飽和脂肪其實是比較容易 塞我們血管的 它會讓你的膽固醇 比較容易上升 管腔變得比較狹窄 那當然如果本身 它其他飲食習慣又不好 又吃重鹹 那吃很多 因為像現在很多年輕人 其實都吃異國料理嘛 異國料理其實很多口味都比較重 對 然後加工食品那也很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飲食 它是一個長期的影響 對 它比較不會是說 我吃了某一個飲食 當下馬上就這麼嚴重 歡迎回到5G健康同學會 對 我們剛剛特別講到了 這個降血壓的藥 可是吃降血壓的藥的時候 有很多人有一些疑惑 我先問一下我們的營養師 降血壓的藥的飲食的禁忌 降血壓的藥的話 這個病友們 他們不能吃香蕉 葡萄柚 紫菜跟龍眼乾嗎 怎麼可能 我媽超愛吃香蕉的 葡萄柚其實比較多人聽過 就是跟比如說感冒藥 血壓藥 降血脂藥 這些是不能一起吃 葡萄柚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葡萄柚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叫類黃頭 它會去抑制我們肝臟 在解毒藥物的一個酵素 抑制了這個酵素的活性之後 藥物的解毒速度就會變慢 這時候當然你的藥物 就會停留在身體 是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通常這種慢性變的藥 它都是規律需要定期吃的 你藥物停留在身體太久 就會變成說可能會累積在 我們體內造成這個藥物濃度過高的問題 就比較容易產生 所以葡萄柚是因為吃藥的關係 對 是因為吃藥 跟藥物的解毒 是因為吃藥的關係 所以你不能吃葡萄柚 那它本身是病友 是不能吃香蕉跟那個嗎 龍眼乾嗎 對 這其實蠻多人不知道的 因為像我們剛剛在講到 德蘇飲食其實有強調 德蘇飲食裡面蔬菜水果 要你吃很多 因為它裡面有很豐富的甲離子 可以幫助降血壓 不過這個是針對你在還沒有用藥的病人身上 因為不能講病人 還沒有用藥的人 就是你沒有吃藥 那多吃甲離子有助於降血壓 可是有一些在吃降血壓藥的病人 他們的藥的種類可能是選擇 使用那個包甲的利尿劑 就是它會讓甲離子停留在身體比較多 那這時候如果你又吃甲離子比較高的 這些蔬菜跟水果 尤其是香蕉 紫菜龍眼乾這些的話 那有可能就會導致我們血液的 甲離子濃度過高 那血甲過高 其實是對心臟是會有傷害的 對 而且可能會造成 比如說肌肉的一些疼痛等等的 也是會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其實我會比較提醒 如果已經有在用降血壓藥的患者的話 你可以先詢問一下你的醫生 或是你如果真的看不懂 你去巷口的那個藥局 問一下藥師也可以 看一下你的藥物是不是屬於 我剛剛講的保甲的這種藥物 你一定要吃 對 就是如果它是會讓我們身體的 甲離子濃度保留在身體的話 那這種的話就要比較注意 那些甲離子高的這些水果了 對 可是不是說到完全不能吃 就是你不要大量吃其實是沒事 所以如果立體媽媽喜歡吃香蕉的話 就是她可能偶爾吃個半根 不要大量吃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還好 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不建議吃 低鈉的薄鹽醬油或者是低鈉鹽 對 因為低鈉鹽大家的印象就是 高血壓的人可以吃低鈉鹽 因為鈉減少了 有助於血壓控制 但其實它低鈉鹽的做法 就是把一部分的鈉拿掉之後 用甲離子去取代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高甲的食物 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如果她今天病人已經有在用 我們剛剛說的保甲利尿劑的話 那當然就不適合再吃低鈉鹽了 對 那如果是說一般 你可能是血壓已經有點偏高 沒有在用藥的 那要選擇使用低鈉鹽是可疑的 OK 所以還是要觀察 對 關鍵就是看你是用什麼樣的藥 用什麼樣的藥 那我問一下這個葡萄柚的話 是不是所有的柑橘類的 都是類似葡萄柚嗎 葡萄柚在抑制肝臟解毒的 那個酵素的作用是最強的 你大概吃到比如說一顆的葡萄柚 或是200cc的葡萄柚汁 其實就會抑制肝臟的解毒效果 那像什麼蚊蛋啊 橘子呢 其他的柑橘類其實也會 只是說它的作用沒有像葡萄柚那麼強 柑橘類裡面都含有類黃桶這個成分 柚子 橘子 甚至是檸檬 萊姆 這一些的柑橘類都有 那量是不多 所以只要你不要太大量吃 其實影響是不大 就可能吃個一點 比如說半顆的橘子 或是一點點的那個柑橘類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葡萄又算柑橘類中的魔王 對 它的含量可以說什麼 比較豐富一點對不對 但你知道聽說橘子現在很酸 是有方法讓它變甜的 對 最近就是呢 大家 我們家也還滿 這陣子買滿多的橘子 但是有時候你會發現說橘子比較酸 所以很難入口對不對 那就有網友最近在那個分享 在網路上分享就是說 他說他也是家裡買了一袋 都沒有人要吃 後來上網一查才發現 有一個撇步就是讓它在地上 他就真的把它拿起來 在地上滾了一下 沒想到居然變甜了 網友這麼有才華 是 我們也今天借了橘子來 準備了橘子來試一下 到底是真的假的 說什麼滾一下就變甜了 對 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互相是 原因可能等一下我們再來分享 我們先做個實驗 那立婷要不要讓我們等一下 好 我要來盲測是不是 對 那我背對好了 我們先拿一個完成的嘛 先拿一個完成的 妳要現場做示範是不是 對 我們就試一下嘛 沒關係啊 好 我們等一下看到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還是我先走了 你不能 這樣才什麼非情的東西 好 我這樣好了 好 不要看到 不過這顆還滿juicy的 好 我們這樣子 然後隨便拿一半 因為要知道說 做比較就是說 同樣一顆 等一下滾過的這部分 到底是不是會比較甜嘛 所以一半滾 一半不滾 對 然後我來吃看看是這樣嗎 對…看哪一邊的 我會不告訴妳 是這片就是滾的還是沒有滾 網友說要滾多久嗎 沒有 它就是說 它就是這樣隨意的滾 有的甚至說就是 把它擠壓一下就可以了 好 來 我們要剝一片對不對 對 這個網友在家也是算鹹 怎麼會發現這種事 其實在家裡面的話 應該是整顆下去滾 我們是現場應該要做實驗 他現在應該已經不知道 哪一顆是滾過的 大家看得出來了嗎 就是有看到哪一邊是那個 好 我們請那個 立婷 來 立婷 來試一下 我… 你先試這個好了 我先試這個 對… 這麼大口 好 記住它的味道 酸還甜 沒辦法… 它現在沒有辦法比 是有酸酸嗎 有 些許 好 再吃 我壓力很大 哪一個比較甜 有種不一樣 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第二個比較甜 真的 真的 對 Pingo 第二個是在這裡滾著 真的答對了 對… 有這種事嗎 真的 因為他們其實有 所以第二個妳滾過 有媒體去採訪食品營養的專家 他就說因為我們的橘子 你經過擠壓 它會產生一些些熱能 其實它就是會釋放一種叫乙烯的物質 然後這個物質是讓它有一點點 吹熟的作用 所以當它吹熟的時候 它裡面的糖會釋放出來 有字邊的那個糖 所以造成它是比較甜的 其實像在日本 有一個節目之前也做過這個 類似的 但是它是說 它是用那個把橘子拿去熱水 裡面稍微讓它加熱之後 也是吃得比較甜這樣子 可能原理質 我不相信妳說什麼 好 那妳再試試看 可是妳剛剛看到了 妳吃 是嗎 好 我先吃 這個應該是 營養試吃看看 那妳記得哪一個 是哪一個嗎 我記得 她也記得 蕙文也記得 好 這一口應該就還滿明顯的 怎麼那麼幼兮 我剛剛好粗魯 我們剛剛在錄影前也試試了 妳那很豪邁 對啊 超豪邁的我 是不是 很明顯 對 連營養師自己都點頭 所以妳覺得甜酸甜差很多 有差 有差 你們剛剛 妳們試一下 我也覺得很奇怪 不是 那營養師科學原理 可以這樣子解釋嗎 在你們營養學裡面 可以這樣子解釋嗎 其實如果就會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邏輯以稀的話 其實我倒想到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也有幫助 那就是蘋果 就是假設妳一次買一袋 因為橘子滿能放的 妳可能一次會買比較多 買一袋起來 妳就跟蘋果放在一起 蘋果也是可以釋放出 乙烯的水果 然後妳就密封把它包起來 那這樣其實也可以 慢慢讓它催熟 不過因為它是 這樣的方法是比較慢 也許用這種物理性的方式 去破壞它的那個組織 會比較快一點 其實還可以玩一些親子遊戲 妳知道 就買一袋環 然後跟我小孩打那個保齡球 保齡球這樣一直在那邊滾滾滾 我跟你講妳以後不能跟水果攤的 老闆跟他爭論說 妳的水果太酸了 大家都可以把它變甜 好離奇 那烤橘子也會變甜嗎 不是變甜 是有大家現在會比較知道就是說 因為冬天了 想要飽就是我們常常 對 會有一些咳嗽的這些症狀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感冒咳嗽的時候 長輩都會說不要吃橘子對不對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中醫師他們會分享就是說 因為橘子它本身是比較寒的 但是如果你是 把它拿去有烤過的話 整顆烤過的話 其實它就是可以有這個 止咳跟化痰的這個效果 它要怎麼樣烤 平底鍋 就是加熱是不是 那應該怎麼做 營養師怎麼做 因為其實 當然中醫我也不是很懂 但是以中醫的理論來講 他們是會講食物屬性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是你透過加熱的話 當然它可以讓它的屬性 稍微比較改變一點點 對 可是其實如果 有時候你如果用營養來看的話 因為畢竟橘子裡面 含有很多的維生素C 維生素C它是怕熱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加熱的話 可能就是建議大家 不要加熱過久 因為你加熱太久 就等於它裡面一些 怕熱的這些營養成分 其實會破壞 就有點可惜 那我39年來我有一個迷思 我今天終於可以獲得解答 請問那個橘子上面那個白白的絲 到底要不要吃 因為我媽每次都說不要拔掉 就是要把那個吞下去 媽媽很聰明 所以我媽是對的嗎 對啊... 因為其實像這個橘子上面的 這個白色的絲 這個叫蒟蒻 對 它纖維含量很豐富 那其實它也含有類黃桶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營養價值 在裡面的 對 所以就是不要把它剝得太乾淨 真的喔 不會啊 通常都把它挑乾淨 所以你看你錯了吧 之後要把它撕下去 可是其實那個檸檬皮的話 其實一般在中醫裡面的話 也是把它曬乾 它變成成皮 橘子皮 對 橘子皮 因為皮其實也會有一些 精油的成分 其實也是抗發炎很好的 一些止化素 所以現在剛好是那個橘子的產劑 大家可以這個多吃一點點 對 那裡面還富含豐富的維他命C 對 記得蒟蒻不要撕掉 然後整個就吞下去吃